第一步請各位把資料給扒舉下來 範本在這裡 匯率下的Ctrl-C、Ctrl-V貼上 其實我只有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網址部分貼上 貼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輸入編碼方式950 你不要填錯,不要填65001 那會是亂碼 執行之後你會發現資料就下來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個欄位是日期 第二個欄位是美元兌新台幣 一直到最後一個是紐幣 總共這邊有10個欄位 等於B到K 我們希望針對這個資料 繪製成折線圖 並且幫我放到旁邊 其實理論上 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放旁邊 我另外放一個工作表 當然可以,可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先選擇簡單一點好了 因為放同一個工作表 你比較不用去再多學一個叫蓄實物件 直接放你自己的工作表就可以了 OK 好,那至於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下載 記得加兩個參數 就是網址跟這個是編碼 兩個,然後就可以看到資料了 第二個的話,請你畫折線圖 那折線圖怎麼繪製呢 比如說我要繪製的是日期 因為折線圖有個概念 基本上是橫軸就是日期 縱軸就是數量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哪一天它走勢如何 對不對,很簡單 但是要怎麼繪製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先把A欄跟B欄 A1跟B1選起來 Ctrl-ship向下 這個是我們要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這邊有個建議圖表 那你會發現它幫我繪製了 不過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怎麼會怪怪的 我們用折線圖好了 比如說折線圖裡面的話 是用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但是你會發現按確定 它得到怎麼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不對啊 理論上應該是 橫軸是日期 縱軸是數量 可是得到卻是這樣 原因何在呢 接下來你可能要看一下 原因應該是出在你的資料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Check一下 日期有沒有問題 日期看得出來有沒有哪裡有問題 日期這個日期格式對嗎 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格式一看就知道不對 哪裡不對呢 如果是日期的話 有沒有中間一定要有什麼 有斜線嘛 可是你會發現它中間沒有斜線耶 所以跟各位講 現在這個日期 其實充其量就是一個數字 在Excel的認知裡面它是數字 而不是日期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要繪製圖表之前 要先把日期修正一下 或者叫正規化 那怎麼樣修正呢 當然就是要讓它變成真正是日期的樣子 那也就是說 應該知道日期吧 斜線斜線 所以要把年斜線 月斜線在日 那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可以在A欄的地方 假設我們不用寫程式的話 我們在B欄的地方 先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呢 把這個日期欄位摳過來好了 那基本上呢 我們假設最簡單的方法 用插入函數 游標放B2 然後利用日期函數裡面的 第一個叫Date 那這個Date函數呢 實際上就是把資料 變成真正日期的一個函數 就它喔 所以按確定 好 但是它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請問一下你的年在哪裡 我的年在這個的前四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Date 函數有沒有 然後跟他講說 在A2裡面的前 豆點4 抓到2022 然後呢 月在哪裡 月在這個的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所以用MID 然後MID有沒有 這個A2 豆點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然後Date的話呢 就是一樣嘛 這個尾巴兩個字 所以用Right Right 然後這個儲存格 0.2 好 這樣的話呢 得到的就是標準的日期了 OK 特別是有 經過Date 它就會幫我格式化成標準的日期 也就是Excel裡面認為是日期的資料喔 OK 不是你眼睛看到 你想說 這個我看得懂 但問題Excel看不懂 Excel看到它的數字啊 但是你看到的可能是你可以解析 但不代表Excel能解析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成為標準的日期了 向下填滿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喔 變成說這邊有一個日期 這邊有一個日期 那好像不太對耶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什麼 把這一欄刪掉 對不對 這一欄不要了 但問題刪掉之前喔 你要注意 你不能就刪 為什麼 因為你的這個公式的來源是從它來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它的來源就不見了 所以它會有R.E.F. R.E.F.就是來源 就是reference 參考的範圍不見了 而照呢 那怎麼辦呢 幾個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Ship向下 然後呢 Ctrl-C 複製之後 Ctrl-V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喔 右下角有一個標籤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什麼 智慧標籤之類的吧 或者叫剪貼部標籤 那請你改成叫只有值 意思就是說 你貼上的資料裡面就不是公式了 而是它裡面目前顯示的資料 OK 貼上 好 那怎麼知道 對喔 你游標放上去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它不是公式 而是它原你表面上看到的啦 OK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把A欄刪掉 那應該就OK了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在做剛剛一樣的動作 把A欄跟A1跟B1選起來 然後Ctrl-Ship向下 再找到插入裡面的那個 建議圖表 找所有圖裡面的折線圖 選擇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按確定 結果呢 就跟剛剛不一樣有沒有 橫軸就是日期 縱軸就是匯率 沒有問題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的A欄它看不懂 它想說你不是要叫我畫折線圖 可是你怎麼給我一堆亂七八糟的數字 我看不懂耶 但是它不會表達 OK 所以呢 特別注意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那個 這個A欄的部分 用Ctrl-Z一下 把它復原一下 OK 就是 把它先插入一欄 然後呢 給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 就這些欄 如果你假設這個公式 應該不困難吧 試著打打看 這個應該最基本的 OK 如果這個公式 實在記不起來 雲端上面好像也有 我會把這個公式貼上去 然後最後的話 用選取貼上的時候呢 選擇性貼上 OK 好 那就可以做出我們樣的結果了 第一個方法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用函數這樣有點 好像感覺沒有很厲害 我想改成VBA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用VBA的話 那就方法二 這個就不是這樣做 你不需要插入多一欄 你只需要把程式寫完就可以了 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也很簡單 在這一段 在第二頁這邊 有一個Sub 叫修正日期 就這一段 那我先把它貼上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 我先複製一個 因為它沒辦法復原 所以我複製一個工作表來Run 你會發現 這邊這個把它執行 AutoFuel這個不要了 這個 這邊 這個先註解 OK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修正日期 馬上一下OK了 那這個是方法二啦 是寫一個VBA程式 那怎麼寫 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利用剛剛講的這個方法一 那公式就在這裡 OK 試一下 那麼 這三分鐘就在這裡 完成了 第四小時 開始了 過程 是 不是